嗯 对啊 有事吗 我研究了一下 周周写的rap歌词 感觉可以和芭蕾舞那段 整合一下 行 好啊 等一下啊 我接个电话 不着急 喂 妈 你不用说了 她不同意也没用 我在宿舍太影响同学休息 所以这学期还是会搬出去 一段时间 所有的费用我自己承担 不用你们管 你 没事吧 没事 我在孝庆宣传名单上 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 你最近应该压力挺大的吧 我们 会排列听研究舞蹈吧 是吗 这样 这样 对 对 然后 手慢慢这样 打开 打开 然后 我 我先去到洗手间 快要开始训练了 等休息的时候再去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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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你先去吧 我和张阳重排了队形 今天肯定会练到很晚 集合了 集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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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集合了 昨天晚上 盈辉想了一个新的芭蕾舞片段 非常精彩 为了做一个凸显 我们的队形可能需要变一下 沈云辉 你来说吧 周周 你去那边 然后你到那边去 好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去吧 周九盟 你这想什么呢 动作都跳错 你能不能认真点 大家先休一十分钟 好 周九盟 你连最后一个定点动作都不记得 还要去休息吗 我记得 只不过刚刚慌了 一时就忘了 那是慌吗 那是心不在焉 你像模像样的早早来练习 都练了些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 会毁掉整段舞蹈 跳舞是很认真的事 你到底把舞蹈当什么 把大家当什么 对不起 我要听的不是对不起 我要看的是态度 你这种态度 太让我失望了 没事吧 我没事 周周 要是实在挺不住就别跳了 张阳他最近压力太大了 所以才这样的 是因为孝顺选拔的是吗 嗯 他爸爸好像受到校长的邀请 要来参加咱们的晚会 所以他挺紧张的 对啊 校长为什么要请他爸爸啊 他爸爸好像是什么厉害的商人 经常赞助各种活动 你们已经这么熟了 你不知道 嗯 不太清楚 不过也对 我们不熟 应该不熟 大家知道了 知道的人确实不多 不熟 你还没有人 呢 不熟 是真的 不熟